北朝鮮今年试射导弹 两次飞越日本上空 并且扬言沉疾日本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示 会引进两套美制的陆基飞弹防御系统 捍卫国土 这两套系统会在2023年完成部署 日本也将明年的国防预算 提升到460亿美元